黑烟窜天 中斗南京的百货公司火烧超过10个小时 但旁边的民众却淡定排队做PCR 凸显出中国大陆清零政策下万事核酸测为先 这场企业一人没做PCR整家公司被停工 企业遭疫情重创 香港的旅行社龙头康泰经营了56年 现在宣布债务扩大超过3亿台币 总资产不到430万台币无力偿还 启动破产清算 香港也都是很喜欢旅游 虽然我们离开了一段时间 但是当然都觉得很可惜 因为始终都是一个这么久的等牌 康泰逃避有员工7月开始被欠薪 一般在清盘的情况下 一定是债权人行先的 作为薪金的这一部分是排在很后的 已经出现赤字有6000多万的情况下 连债权人的钱都不够还的时候 变成打工仔就冻过水了 香港10月开放0加3 但是旅游业复苏有限 而且想恢复全面入港通关 遥遥无奇 0加3对旅游业仍然的帮助是真的有限的 因为很多入境游仍然是受到很多的 有点的限制 香港康泰是曾经连续14年 最多党人参加旅行社 熬过2003年的SARS 去熬不过新冠疫情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